为了推广不吸烟 拒绝槟榔 节制饮酒等业务 让青少年拥有 清新无害的成长环境 台东市卫生所 与市区内的小学合作 恳请家长们 一同签署 无烟冰酒爱的宣言 那今天是我们针对 台东县的国小小朋友 我们有做了 之前我们做了一些爱的宣言 希望他们从自身的身体健康 还有家人的健康做去 我们今年特别主动的结合 每一个学校都联系得 非常的紧密 台东市有23所国小 那发出了宣言的一个单张 那回收率也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希望能透过 这样的回收率 给小朋友一些鼓励 所以我们会抽出 161份的奖品 然后再分送到各学校去 这项签署活动 反映十分的踊跃 由于可以影印使用 所以签名回收的问卷 超过当时所送出去的数量 这让承办业务人员 心情十分的雀跃 3月27号下午 他们愉快地在所内会议室 抽出100多个奖项 预计在儿童节前 将这些礼物送到 幸运同学的手中 然后今天很高兴啊 就是在卫生所这边举办 就是爱的宣言 家里无烟丙酒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也谢谢各位家长 就是对卫生所的支持 都帮孩子们签署了那个全名 然后送回来卫生所这样子 那参加就是这个活动呢 最主要是要跟爸爸妈妈讲说 在家里面我们就是尽量 不要有烟品 然后嚼食槟榔 跟那个饮酒的行为 也要提醒大家 台东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像国小啊 学校的部分 跟森林公园的部分 都已经化为是禁烟区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抽烟的话 是会被罚还的 另外呢也要提醒就是各位老板们 就是不可以把烟品 或是酒类 卖给未满18岁的同学 那这样子的话 你也是会被受罚的 那要恳请大家 我们台东的市民 多多关心我们的子弟 为了家人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 让我们一起戒烟 聚冰 解酒 共同创造幸福新环境 台东所在众合报导